张丽昂、叶星辰、子虹赏街头暖送早餐!为三明治女孩加油打气! 还是,三立周日偶像剧三明治女孩的密集即将在4月15日于台视首播,卡斯阵容坚强,主要演员由张丽昂、叶星辰、子虹主演,今12日发起三明治女孩送早餐活动,三位演员特别到街运市政府站,亲自发放面, 免费百份三明治,为三明治女孩加油打气! 三位演员对于上街头发送三明治,都感到非常兴奋,叶星辰笑说今天被这么多三明治包围,好像真的是来买三明治一样! 不过现实中他并没有卖过东西的经验,只有以前打工时有发过传单,但也遇过被拒绝,被问起如果被拒绝时会怎么做,他则开玩笑说还是会硬塞,因为这就是三明治女孩的密集! 现场聚集近百位粉丝,气氛十分热络! 三位演员在发送过程中也直接访问民众,许多民众认同自己就是三明治女孩,其中有位民众认为职场上遇到最头痛的问题是加在薪水不高及工时又长! 张立昂听完回应后问起那乃喜欢蛋黄哥吗?没想到那位民众竟说蛋黄哥是你吗?如果是你的话我喜欢!原来是张立昂今天身穿黄色上衣,笑翻现场所有人! 三明治女孩是小姿女孩的进阶版,姿的时代前转 故事描述一位在工作、爱情、家庭中、家缝中求生存的时长女孩,以为生殖是风光的开始,没想到上司闲下树苑,像三明治一项被夹在中间,难以两全喜美! 三明治女孩的逆袭演员阵容十分强大,不仅女主角找来直剧场中演技,人戏都备受肯定的野心陈,还有当孔小鲜肉张立昂与人戏男团,Bizzo成员子红担任双男一,新鲜组合备受外界期待,即将在本周日,15号,晚上10点于台式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